人民力量二十多人由西區警署出發 遊行到中聯辦 沿途高叫口號 他們又要求當局解除對劉曉波妻子樓下的軟禁 部分人想將一個寫有荒謬的標語掛在中聯辦大閘外 被警員阻止 示威者將標語扔入中聯辦 對於中國政府 葉捧諾貝爾文學長得主莫言 而2010年和平長得主劉曉波 目前仍然監禁在遼寧錦州監獄 陳偉業批評中共是雙重標準 莫言和劉曉波都是諾貝爾的得主 莫言的對待是受到中國政府的吹噓和全力支持 但劉曉波被監禁 一個是為了和平 一個是支持共產黨的管治 所以這個政治上的立場的不同 而受到這個完全商議的對待 這個是人民的恥辱 亦都是國家的恥辱 他呼籲市民關注劉曉波仍然被囚 又表示會計劃發起全球聯署 敦促中國政府放任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李慣文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